《污东》 《污东》是上海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这里建设我们的公司 《污东》其实是非常具有活力的 包括一个非常良好的营商环境 营林区可能会更加的开放 会获取更多市场的基因 细胞生命科学肯定是要在张建科学城 作为我们的总部的 我们选择《污东》 《污东》 GDT是设计了氧车车 我们在中国业务业业业 去建设LNG车车车 或LNG充电器 《污东》是上海的国家 甚至是在中国 所以我们认为 《污东》和《污东》是正常的地方 更加盛业的国家 所以我们无论 在我们的业务业业 会变成《污东》 我们在跟《污东新区》的合作中 也提出了我们想申请地区集团区域总部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浦东新区的政策非常透明 然后支持力度也非常的大 我们进行申请之后 很快得到了批复 我们在2021年的11月份 接受了地区区域总部的 这样一个售牌 《污东》细胞科技集团成立于2014年 是一家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型企业 应该说我们是全球最早提出 面向健康人群进行细胞存储的公司 肯定是要在张江科学城 作为我们的总部的 就好像我如果是搞金融的 我肯定要去陆家嘴 理事科技是一家创新型企业 我们主要是为科研和结晶工厂 提供整体的绝能发 就是浦东的政策 因为浦东还是比较鼓励 这个创新研发嘛 所以在对我们这种创新型企业来讲 也需要政策的扶起 另外一个优势呢 就是浦东这个人才用 因为上海大部分的研发 都集中在浦东 这个人才的需求比较便利吧 那么在这三年中 其实也是希尔顿在中国 迅猛发展的三年 我们在浦东已经布局了不同的品牌 位于上海浦东 迪斯尼旅游度假区的这个两个 一个是希尔顿的旗舰品牌 还有一个是嘉月里品牌 把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品牌 带入到这个国际旅游度假区 其实在路加嘴地区 开业了一个花园酒店 已经正式营业 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营业的业绩 明年的话 我们更展望这个很多新的酒店的开幕 包括我们的希尔顿张江酒店 以及我们的前滩华尔道夫的酒店 上海将成为全球第二个 具有两家华尔道夫品牌的城市 在营业区这三年 也是科技的茁壮成长 我们的产品和业务 不断地在扩大 并且我们也在逐步走向海外 把上香油啊 产业链啊 生态链啊 做了很好的就是融合 这样的话 对企业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更有利 依靠着营领区的一些政策的扶持 我们企业呢 在过去的三年 还是非常稳健而向上的发展 那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 说明当时选择浦东 选对了 现在国家一直倡导的这个新制生产力 那我们现在这个企业 包括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是 百分之百非常契合的 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借助于浦东新区 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一方面我们对外出海 同时的话我们也对内发展 那目前其实我们在美国在日本 包括在国内的疾控中心 无论是浙江疾控 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项目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个企业 可以在我们浦东新区 在我们科创板上市 成为我们国产的 自主研发的 高端仪器的铝头羊 我们每个月的商业 我们有很多计划 我们希望在中国进行进行 为了明年的时间 非常惨事 在中国的企业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企业 也非常值得 非常支持 在其他企业的企业 帮助于我们的企业 帮助于我们的区别 所以我们想再提起 我们想再发展 我们在中国的地方 以来 我们在中国的企业 从公司提起 我们可以为 向我们的区别 和区别的区别 在中国的区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